讲道记录第38篇谈话记录 1.蒋石 1936年10月16日下午 蒋地 厦门 个人的光与团体的光神给人亮光 有两面的讲究 一面是个人的 一面是团体的 旧月里圣殿的光最特别 圣殿里有灯台的光 这光是长久不息的 灯台的光预表 基督自己 在旧约里 个人所得的光是暂时的 一时就过去了 但圣殿里的光是长久不息的 我们今天的聚会 就是圣殿 在圣殿里 必须有长久的光才可以 圣经对弟兄们的聚集 满了圣殿的思想 以福索二章说 教会乃是圣灵的居所 临前三章说 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每次圣徒聚集的时候 就成为灵宫 我们乃是一块一块的石头 被建造成为神的殿 比前二五 今天一个一个的圣徒聚集在一起 就是圣殿 所以我们聚集时 乃是盼望得着普通时候 所没有得着的光 许多时候 个人尝得不着光 但当众人聚集成为一个殿时 光就来了 今天的教会就像圣殿一样 乃是神赐下更多亮光的地方 主亲自向保罗个人显现问 为何神在行传九章要亲自向保罗个人显现 答 使徒行传必须到第十章 五旬节才完全 因为那时之前 虽然犹太人的五旬节已经开始了 但戈尼刘家的五旬节还没有到 所以在行传九章 保罗有大马色那样的经历 是因为教会尚未完全出现 当教会未完全出现时 如果不是神直接向保罗显现 他就不能接受 因为许多事都是他自己想的 神就他 但不能用他个人 他与教会中的人接触最多 并且一直推翻他人 到他在各处捉拿求告主名的人 所以神用光光照他 神今天是用普通的做法 不是用超然神奇的事 在这里他之所以向保罗奇特的显现 目的是要折服他 使他顺服 虽然如此 主又告诉扫罗说 你必须进城去 城内有人知道你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就料 主差亚拿尼亚告诉他两件事 第一 起来受尽 洗去他的罪 二二十六 第二 神召他在外邦人中做他的见证 宣扬他的名 九十五 保罗顺服下来 就得着了救恩 新约里的长度 乃是从人手中得着福音 但保罗是直接从主得着救恩 所以保罗写加拉太书时说 神喜悦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 一十六 这乃是新约的启示 有可能保罗是在亚拿尼亚与他讲论时 才得着这启示的 无论如何 保罗所以有行传九章大马色路上的经历 乃是因为新约教会未完全出现 圣灵的尽上未完成 顺服与听从问彼得说 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这要如何解释 答 彼得在彼得前书说 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众人也要彼此顺服 呜呜呜呜呜 彼得不是说 年幼的要听从年长的 乃是说要顺服年长的 听从是行为的问题 顺服是态度的问题 我们只能听从主 但我们要彼此顺服 顺服是存心问题 听从是行为问题 乃是事实问题 许多时候我们听从一个人 但没有顺服他 顺服乃是与他人的态度相同 不反抗 今天有许多听从的妻子 但少有顺服的妻子 有许多女人 能做妻子所做的事 但在做的时候 也许口中嘖嘖抱怨 这是听从 却不是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有多少时候 是能顺服而听从呢 有一个弟兄 不听从他父亲的命令 因为他父亲的命令 与他的信仰相反 他对父亲说 我盼望能听从 我巴不得能做 能听从 但我不能违背神 请你赦免 这个儿子内心是温柔的 但他不能听从他父亲 因为他父亲的命令 与他的信仰相反 保罗对做仆人的说 要听从主人 但他对做妻子说 必须顺服丈夫 而不是说听从丈夫 福六五 五二十二 许多是 女人能做 但你做每件事 必须降服你的丈夫 好国民 必须能够顺服在上位的 彼得说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比前二十三 彼得不是说要听从 他乃是说要顺服 顺服就是不反抗 弟兄中年幼的 也必须顺服年长的 但事情如果符合神的旨意就做 如果不合神的旨意就不做 这是顺服 而不是凡事听从 一个温柔的灵 就是顺服的灵 彼此顺服与听从 若能分别出来 就可免去许多麻烦的事 神是灵问神是灵 如何解释 答 神是灵 但灵不一定是神 好比陆弟兄是人 但人不一定就是陆弟兄个人 马太五章二十八节 问马太五章二十八节 是什么意思 答 马太五章二十八节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这里的就自译错了 这句话应该一做 凡看妇女 围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看见是无心的 看是有心的 比方你在路上看见一个人 与你去看一个人不同 你看见是无意的 但你去看 则是有意的 你围着动一念 去看一个女人 这就是罪 今天在路上 看妇女的试探很多 因为许多妇女的行为 衣着等都不合适 这些常常引你犯罪 你走在马路上 自自然然会见到一些妇女 但你不必故意去看 你看见妇女是免不了的 但你去看妇女 就是你的意志问题 第一次看见了 是无意的 第二次特意去看 这就犯了奸淫 你不能禁止鸟飞过你的头 但你能阻止鸟在你的头上做潮 第一次献了 没有意志加入 是无意的 第二次去看 就有意志加入 乃是故意的 这就构成了罪 对付思想 问如何能在思想上得胜 答 撒旦知道我们 比我们知道自己更清楚 我们的谈话 举动都是由思想而来 许多人说 我今天的话是无此心的 其实此心是从前的心 从前已经有这样的思想 只是今天把它讲出来罢了 太师二 一个基督徒在思想上不能管理时 就已经失败了 信徒在思想上得胜的很少 一切的试探都必须先变做一个思想 然后才达到里面 所以要拒绝试探 就必须先在思想上拒绝之 我们如何能在思想上得胜呢 首先要像罗马八章六节所说的 必须心思积极的思想圣灵的是 第二 要拒绝流荡的思想 流荡的思想若不拒绝 终将成为罪恶的思想 我们不止在祷告时容易有流荡的思想 平时更容易有流荡的思想 有一位弟兄问我 祷告时思想散漫 不能集中 怎么办 我反问他 你不祷告的时候 在你平常的生活中 思想是否也环绕世界 他说 也是如此 问题就在这里 你平常的时候 思想是流荡的 就难怪祷告时 思想散漫 不能集中 要对付流荡的思想 首先 你要求主用宝穴 来保护你的思想 我们需要以福索六章 所说的兵器 许多人头上没有戴头盔 所以思想容易流荡 我们的全身都需要武装 头上更是 头盔不能用来打仗 但能用来保护头 不被攻击 然而 这里有一个问题 有人说 许多时候 我拒绝流荡的思想 越拒绝越多 越拒绝越乱 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形时 你千万不可灰心 你必须记住 撒旦是不能持久的 摩西在法老面前的时候 埃及有二个行神迹的人 亚伦使杖变蛇 他们也照样行 亚伦使水变血 他们也照样行 亚伦身杖 使青蛙 挖上了埃及地 行法术的 也照样行 等到亚伦身杖 击打尘土 变成狮子时 行法术的 就不能行了 我们能够看见 撒旦的试探 是不能持久的 你若是坚持 不灰心 日子久了 撒旦就没有能力了 不灰心 下期待 撒旦的 有趣的 人 就坐在 董 不 得 人 感谢观看